我们可以说第四章的最后一段,就是第二章最后一段的一个更详细的重生了。 但是这里用的名字很特别,我们既然有一位大祭司。 我们既然有一位大祭司。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经历,是一个我们已经拥有的,有关系的这个大祭司。 这是每个基督徒信仰里面一定要常常救的事情。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大祭司。 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大祭司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 大祭司站在人与神的面前,代表神又代表人。 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祭司。 什么意思呢? 这也提醒我们常常复留用我们应当用的特权。 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老师。 为什么不好好从他身上学一些东西。 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父亲。 为什么不好好承受他所给我们呢? 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 为什么浪费我们的时光呢? 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环境。 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它呢? 这个既然就是个提醒。 提醒我们不可放弃我们应当有的权利。 那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应当得罪是什么呢? 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祭司。 耶稣基督是怎样的祭司呢? 这里用三重的诉说来告诉我们耶稣是怎样的祭司。 第一样,祂是伟大的祭司。 在中文圣经翻译尊荣的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伟大的祭司。 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祭司,祂是伟大的大祭司。 祭司跟大祭司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祭司就是每天要遵行那些圣殿里面所要做的一切的事物的那些人。 他们可以为百姓献上赎罪祭。 他们可以为百姓解释许多关于殿里面的事情。 但是大祭司就不一样了。 因为祭司可以许许多多,大祭司只能有一个人。 所以大祭司的地位就比所有的祭司更高超。 不但如此,祭司们是为个别的人给他们献祭帮助他们赎罪的事情。 但是大祭司代表全国的百姓,祂是为整个百姓来做赎罪的工作。 所以大祭司的这份是最尊贵的。 这样祂每年有一天就代表全国的百姓进到至圣所的里面。 只有祂一个人,只有那一天,一年只有那一次,只有祂可以进去。 所以这是很尊贵的一个特别的这份。 那是什么日子呢? 就是七月十号的时候,七月十号就是赎罪大论的时候。 大祭司要代表,要表示对全民赎罪的学,进到这个至圣所的日子。 这样只有祂可以看见有贵。 只有祂一个人可以代表整个的百姓进到至圣所的最中间的地方那边去。 那么这里提到耶稣是大祭司。 他再加上祂是伟大的大祭司。 或者中文的合合一本翻译是尊荣的大祭司。 这位伟大的大祭司。 为什么呢? 因为祂与所有的大祭司是不一样的。 所有的大祭司是为以色列一个民族,一个百姓来赎罪而已。 而耶稣基督是为万国万诸万方万民的人献上赎罪祭。 所以祂是超过所有的大祭司。 第二样,所有的大祭司是从祭司中间选出来的。 但耶稣基督称为大祭司是神自己所指定的。 他不是从人中间所选出来的。 第三样,所有的大祭司赎罪的时候是用羔羊的血来代表百姓赎罪。 耶稣基督赎罪的时候不是如此。 祂用自己的血来代替我们献上的赎罪祭。 所以这一个祭司不单是大祭司,祂是伟大的大祭司。 第二个名词,耶稣基督是怎样的大祭司呢? 祂是身过进入诸天的大祭司。 中文圣经翻译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这里高天的天字在元文希腊文是多数的,不是单数。 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位大祭司是进到诸城天之上的那位大祭司。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普通的祭司进到圣所的时候,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 他是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就是这样。 当他们进到至圣所里面的时候, 那就进到神与人同在最具体的一个代表的地方。 但是无论这样这么伟大的,代表神与人同在至圣所,还不是地上的一个地方。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他是身入诸天的大祭司。 这表示他实实在在到了上帝的宝座面前。 圣经里面为什么诸天,为什么说许多的天,为什么说许多层的天,这个多数的天的意思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七成天的这种犹太人的观念。 在这个犹太人中间有七成天的这种观念。 在保罗的书信中间有三成天的这种观念。 那么圣经没有直接提到七成天这个事情。 但是当这个苏罗门献圣殿的时候, 他对上帝的宝座讲过一句话语, 他的天以及天上的天都不够你居住。 所以讲圣经里面记载的三成是比观念中间的七成更应当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保罗提到有一个人在肉身之外,肉身之内,他不知道。 这个人曾经被提到三千天领受了上帝的启示,听见隐秘处的声音。 所以这里呢就提到的天不是单数的,是多数的。 有人见识地层的天就是包围在地球四周围的这一个大七成的天。 第二层的天就是天上所有星座所在的天。 第三层的天,第三层的天,就是在星座之上更高于所有物质界的那神所居住的天。 所以耶稣基督升上高天,什么意思呢? 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已经进到上帝宝座的面前。 所以我们今天说已经有的,既然有的这一位祭司。 我们不是看到他是来到世界的一个人而已。 我们看到他沉浸于人性的德圣,升到最高最高神宝座的地方去。 所以这样,第二章所提到的祭司是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为人的祭司。 而这一章,第四章最后这一段所提的,是升上高天,进到神宝座面前的那个大祭司。 这是第二个名词。 所以第一个名词是伟大的大祭司。 第二个名词是深入高天的大祭司。 第三个名词就变成很特别的一个名词了。 上帝的儿子耶稣。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话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提到上帝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提到神性的问题。 当我们提到耶稣的时候,就提到人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代表祂的人性,基督代表祂的神性。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把上帝的儿子耶稣两个名词连在一起来称呼了。 你还记得当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天使对佑瑟讲什么话呢? 你直观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是从圣灵受了孕。 她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她起名叫什么?耶稣。 因为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最后里面把她救出来。 那么当加布列天使长对玛利亚显现的时候, 你所怀的太子,你所生的孩子, 他必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 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天使长加布列对玛利亚讲话的时候提出来的。 但是是上帝的儿子,是天使长加布列对玛利亚讲话的时候提出来的。 当我们提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提到祂有神的本性, 祂有神的生命, 祂是非受造的, 因为祂是神所生的, 因为祂是神所生的儿子。 当我们提到耶稣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 这里提到祂是到人间来做救赎主的, 祂道成了肉身,成了一个人。 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最后一段提到第三个大祭司的名称的时候, 就是祂是上帝的儿子耶稣。 感谢上,耶稣这个字呢在希腊文就是耶稣, 就是很像中文的这个音。 一点不像英文的Jesus, Jesus还有一个s, 这原来是没有的,耶稣, 所以中文翻译耶稣是很好的。 那么这个希腊文的耶稣, 跟希伯来文的Josua, Yosua就是一个字。 所以旧佑的Yosua这个名称, 到了这个新佑的希腊文就叫做耶稣。 那么Yosua什么意思呢? 就是拯救者, 把人拯救出来的这位, 所以这是救主的名称。 所以旧佑的Yosua跟新佑的耶稣是同样一个字的意思。 所以你要给他亲命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提到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 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时名叫耶稣的人多得不得了。 所以很多人生了孩子就给他名叫耶稣。 像今天呢,在菲律宾我想至少有几十万个名叫耶稣的。 他们把孩子名叫耶稣, 就好像他特别爱主, 特别与主有关系一样。 这是宗教里面常常发生的事情。 在回教徒里面很多人叫做Mohammed, 有Mohammed Ali, 有Mohammed Mahathir, 一大堆的Mohammed。 所以耶稣是一个普遍名称。 那么当许多人都叫做耶稣的时候, 你怎么认识这一位是我们的救主叫做耶稣的呢? 所以就需要加上一些特殊的名称在他前面。 最常用的有几个, 第一个叫做拿撒勒人耶稣, 第二个叫做主耶稣, 第三个是基督耶稣, 第四个是主耶稣基督。 那么这样就把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跟其他那些名称耶稣的人, 就把它完全分别出来。 但是圣经里面很少用今天我们是听到这个名字, 上帝的儿子耶稣。 我们大家再讲一次好不好, 一二三, 上帝的儿子耶稣, 祂是谁呢? 祂是伟大的, 摄入诸天。 在神宝座面前代替我们殊罪的大祭祀。 感谢上帝 我们既然有了这样一位大祭司 是伟大的大祭司 是深入高天的大祭司 是上帝的儿子耶稣这位大祭司 他能升到最高的天 就表示他已经真正猛神完全的怨恨 这就是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提到的 我要往父哪里去的真正的意思 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 我往父哪里去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名词 当耶稣基督说我往父哪里去的时候 这表示他大功告成 他结束了世界 神所偷付他的使命 使他可以完全带已经得胜的使命 去见天父的意思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位祭司 已经得胜了 已经蒙耶拿了 已经能回到宝座那里去 已经完全蒙上了耶拿了 那我们有这样一位祭司 难道我们与外邦人还是一样吗 不是的 外邦人没有经历这个救赎 外邦人没有这样一位 诱证诱惑的祭司继续帮助他们 我们既然有了 有了这样一位伟大的祭司 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 我们就应当贪然无惧 做什么呢 我们贪然无惧到主人面前 这是这一段里面最后一节的 大家在这一节 在这以前 希伯来书的主要告诉我们 我们就要持定我所承认的道 请你注意的 圣经里面道跟信之间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所承认的道 也就是我们所承认的信仰的意思 我们的坚守我们的持定 我们所信的道 什么意思呢 我们已经承认你 我们已经相信你 我们的坚守到底的意思 为什么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呢 因为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 他们看不见永远的把握 只看见今生的苦难 当他们在道里面 应许里面 得出了许多伟大的 神的真理的保证的时候 他们的信心建立起来了 当他们回到世界中间 看见罗马的逼迫 看见基督的受苦的时候 他们的信心又动摇了 当他们动摇之后 他们再回到上帝的面前 他们再听上帝的话语 他们再一次心里被眺望起来 又再坚固起来 当他们回到社会中间 见到必破苦难来到的时候 他们又再动摇了 那么这样的情形我们今天不大明白 因为我们做礼拜的时候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我们听了道以后 我们回到社会中间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挑战 所以我们听不听 好像没有什么分别 我们在里面在外面 也没有什么分别 我们的社会中间 受不到这可怕的挑战 所以我们就不感觉到 听神的道 兼顾起来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但是当时的基督徒不是如此 你看初世纪中间几百年 一而再再而三的 继续不断地大批迫 领到基督徒的身上 有的人被脱光衣服 在冬天的中间寒冷而死 有的人受威胁 否定基督 如果他们不否认基督 刀尖马上刺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有一些人 就在最大的犯难中间的时候 他说我决定不再信耶稣了 我不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 我现在不承认他为我的罪死 我不相信他是死里护活的主 因为他们将否定基督以后 他们就得罪释放 他们就自由了 所以西班牙书的作者说 你不能如实 我们既然有了这样一位 伟大的 深入高天 为我们献上赎罪祭 而是上帝儿子耶稣的 这位大祭司 你就要持定 你曾经承认得到 有一个传说很感动人 他说有四十个基督徒被抓去 在韩人的时候 冰天雪地的中间 叫他们脱下衣服 让他们慢慢冻死 在那个可怕的冬天的那边 那个时候呢 当他们真的冻得最苦的时候 那个罗马的冰冰就对他们说 你继续信吗 你还承认耶稣吗 你还承认耶稣 你就是这样死 所以后来有一个人不能再忍 他说我要否认耶稣 我现在不要再信耶稣了 如果你否认耶稣 就可以把衣服还给你 让你穿上 你不必死 所以那个人说 好了我不要死 请把衣服还给我吧 他们就把衣服还给他 就他们把衣服还给他的时候 有一个罗马的冰冰就说 我要脱下我的衣服 我要与他其他的基督一同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住在逼迫他们的时候 他的心里很不平安 因为许多的罗马冰冰都在那里 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其中一个冰冰向上看 看见什么 看见了耶稣基督带着四十个冠冰 要来迎接这四十个受苦的人 我他的心大受感动 他看见了正在冠冰越来越降低 快要戴在他们头上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基督徒说 我不要死 请把衣服给我 这个罗马的冰冰就把衣服脱下 他说你不要单单穿你的衣服 我把我冰冰的全副尽装都送给你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盼望可以得出四十个冠冰里面的一个 所以这个冷淡退后的怀疑主的 不坚守信仰的基督徒 正在背弃上帝的时候 上帝拣选了一个罗马冰冰 是逼迫教会的人 回向上 你不奇怪在西班牙书里常常出现这句话语 要持守你的信仰 要承认你的信仰 要保守你所信的道 这句话在当时是很重要的 这是表示一个人对主是不是真正的爱 是不是真正的忠心 到底一个很考验性的话语 感谢上帝 就因为有这些样这样持守道地的人 才被这种忠心道地的精神传到我们的身上 你要忠心之时 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关系 这是启示录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们许多说信仰失败 我们许多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脱陷了 这里说你要坚守你所承认的道 或者言文的意思 你要固守你所已经有的信仰 固守上帝的道的信仰 那帮保罗提到长老的时候 他说这些这世长老 要固守真道的奥秘 我们今天做主公的人 我们不但自己有信仰 我们也坚守信仰 我们也真正明白这信仰中间隐藏的奥秘 那我们用固守的精神 把这个信仰再传下去 感谢上帝 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 我们就应当坚持所承认的道 第四三节我们一同来读 第四五节一同来读 一二三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虚我们的软 他也称反式受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再对一次好不好 可能的话把这些圣经背起来 我们再读两次 一二三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虚我们的软 他也曾经反式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这些圣经里面 隐藏的真理太丰富了 我们的大祭司 是个怎么样的大祭司呢 他并非不能体虚 我很奇怪 为什么这都不要说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能体虚我们 那就够了吗 这是叫做积极性的用词 我们的大祭司能体虚我们就可以了吗 这里说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体虚 不是不能体虚 这是很重要的家中仪器 提醒我们 我们的身是有能力的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不能了解我们 但一个人在困难中间的时候 他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 他最大的孤单 就是他认为 没有人能明白他的苦 孤单的痛苦 比肉身受害的痛苦 更深更深 创伤我们的心灵 当你看到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了解你 只有你自己的痛苦中间的时候 你的存在意识是特别强的 当你对自己的存在意识 因为受苦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的人每一秒的时间都是很枯渴的 在这样的时刻中间 在这样的光景中间 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的 就是真正同情你的 真正能同情你的 真正能明白你困难的 这些圣经就把这一个可能性告诉我们 你的我们的大基石 并非不能体系我们的苦难 这里所说的软弱什么意思呢 就是深深究到自己的不全统需要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的软弱这个字 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深深感到我们的需要 深深究到我的不完全 我当你看到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看到你的能力有所限制的时候 你多么痛苦 比如说你的孩子就要死了 他就在边界要掉下去 你伸出手来要救他 你发现在那一秒钟中间 你跟他的距离相差两寸 你的手太短 你不能拉他回来 就眼巴巴看他掉下去 只有一两寸 我就是没有办法 我太短了 我的手少长两寸 我就可以把他抓住了 你发现你太短了 你发现你缺乏 你发现你不够 这个就是这个软弱这个字的意思 那么当我们深深究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深深究到我们的有限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有孤独 有自我存在 你意识到自己的短缺 知道自己无能没有办法 在这个时候你要想起 你有一位大祭司 这位大祭司是什么大祭司呢 是伟大的大祭司 已经深入高天的大祭司 上帝的儿子 那拯救者的大祭司 上帝的儿子 耶稣就是这位大祭司 祂并不是不能体虚我们软弱 现在我要特别解释 体虚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体虚这两个字 原来的意思就是 与我们同受苦 与我们同有同样的感情的意思 这就是很不一样 当你受苦的时候 你最讨厌的那些 不懂你的苦 而一直安慰你的 根本没有了解过你 根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他们有一套的理论 不要苦 不要哭 不要伤心 不要流泪 不要紧 因为不是我是你 所以不要紧 所以你越听越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懂 他根本不明白 又不明白 又要欠我们 多么讨厌 又误会 又要劝我们 多么讨厌 如果人不能真正了解你 但是又要劝你 他一定是自逃没趣 你一定是拒他 在大门之外 但当你在最痛苦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人在你身边 一句话都不讲 他与你有同样受苦的情操 但你真正感觉到他是过来的 你真正明白他曾经受过这样的苦 或者他跟你表同情 同样的苦难中间 有同样的感情 同经历苦情 同经历苦情 在你的身边 这个同在 使你对自我苦难中间的救物存在 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这个力量大得不得了 所以不怕苦难 使怕没有真正同情 真正经历苦的人 与你同在 既然我们从圣经看见 同在这个字的意义 是非常宝贵的 圣经说的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忧谷 我也不怕遭害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仗你的肝都安慰我 感谢上师 诗篇二十二篇 是基督受苦的篇 基督四篇二十三篇 是耶稣基督给我们 有一个呼和盼望的一个诗篇 基督四篇第二十四篇 是基督升天的一个诗篇 是受苦 升天就变成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连在一起的三篇 基督的诗篇 你看见第二十二章第一句话讲什么呢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你离开我 第二十三章讲什么呢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忧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曾经为我死 为我受过苦 你与我同在 到了第二十四章 你看见什么呢 众臣们抬起头来 在战场上 得胜的万军的耶和华 他现在要进来了 谁是那得胜的君王呢 万军的耶和华 他是得胜的君王 感谢上帝 再一次把这基督论的程序告诉我们 没有死就没有复活 没有复活就没有升天 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 没有赦罪就没有复活 没有降悲就没有升高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军 这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经历过的 是大祭司成了我们榜样的 一个实自在的历史过程 感谢上帝 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当你深深救到 自己的存在的孤独 你深深救到自己的能力的限制的时候 你要记得你有一位大祭司 他能体恤我们 有与我们同样受苦的感情 与我们一同受苦 与我们一同经过困难 他了解我们 他认识我们 他与我们同在 他体恤我们的软弱 接下来就怎么样讲呢 因为他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大家一同来读 一 二 三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 他没有犯罪 感谢上帝 很多人因为耶稣一共受了三个试探 第一个试探就是舌头变成面包 第二个试探就是要从圣殿跳下去不成 第三个试探是什么 什么 没有了 敬拜魔鬼的试探 我们以为耶稣就这次的试探 你注意圣经怎么样讲 耶稣受了三个试探以后 撒但就暂时离开他 什么意思呢 表示撒但还要再回来 常常再回来 上帝的儿子伤起 这样驴翅受试探 我们是谁呢 我告诉你不是三次 这个三次是代表性的意思 这个三次就代表了我们肉体的 我们精神的 我们灵性所受到的困难的时候 撒但怎样试探我们 当我们的物质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妥协了 当我们身为了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看看上帝能不能带领我们 当我们面对许多灵性的选择的时候 不再敬拜上帝 所以这三个试探 是三个代表性的试探 那么当时耶稣受了多少试探 这些事情我们才看清楚 反思受试探 耶稣受了各方面各种事件 各样状况中间 可能的事他他都受了 所以没有一件你身为中间的困难 是他不可能了解 当然我不是说耶稣如果不到世界上的做人 就没有了解我们的可能 但凭着他是神 全然的知识 他就能明白我们一切的事情 但是他要到地上来 道场肉身 亲自做人 凡事受试探 不但告诉我们他知道 他也告诉我们他乐意知道 我们心中所知的一切的困难 使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所知道 使我们明白他明白我们所受的困难 感谢上 这种同在是很宝贵的 也就是我的孩子明天要考书 功功太多太多了 那怎么办呢 我不能替他读 我不能帮助他 已经到了晚上一点他还没有读完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 结果我就确定坐在他旁边静静 一直等到他两点读完书去睡觉的时候 那一个钟头对他来说 宝贵的不得了 因为他真正体会到 他父亲是这样愿意体会他的困难 因为你主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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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行过世音的有故我也不怕宝贵 因为你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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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们在一起同样受的哭情 了解我们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在 耶稣在凡事上受试探 我相信耶稣受了信的试探 他受了思潮的试探 他受了钱财的试探 他受了任何人类所能受的各种试探 为什么我敢这样讲呢 因为他来真正做了人 因为他来到人的世界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他没有犯罪 耶稣就受试探 不等于他犯罪吗 不是的 受试探不等于犯罪 所以当你受试探的时候 魔鬼马上说 那你犯了罪 你要对他说 撒旦推击 受试探 不等于犯罪 有一个男孩子问Billy Graham 我现在十七八岁 常常想念女孩子 我常常想我要结婚的事情 是不是犯罪呢 Billy Graham说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你是一个人 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你是一个有性功能的人 你是神创造你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但是你受试探的时候 你不要跌到罪悟里面去 我相信耶稣基督受了各样的试探 正像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我们今天要从我们的大祭司的身上 学习这种过圣洁生活的这个秘诀 他吃了我们的榜样 你说当然耶稣是不会犯罪 因为他是神嘛 神怎么会犯罪呢 如果他像他一样有特权 那我也一样的不能犯罪了 我告诉你不是 耶稣是神他来做人 他进到人的世界 在人的范围里面 所以他以人的身份受试探 绝对不是以神的身份受试探 是在人性里面受试探 就像你我在困难中间一样的情形 耶稣基督凡事受试探 所以我告诉你 没有一样你的困难中间的情形 他不能了解 没有一次你的试探中间的作难 他不明白 完完全全明白你受试探的痛 完完全全明白 你在困难做决定的时候 你的软弱是怎么样 因为他曾经做人 他受试探 反是受试探 与我们一样 感谢上帝 你看第二章第四世界讲什么 而你既同有泄露的身体 他也亲自照样成了泄露身体 与我们一样 我们像神 基督像我们 这个形象的形象 应当我们像他 怎么变成他像我们 只有一个原因 他爱我们 所以他反思以弟兄相同 我们有泄露的身体 他照样亲自 成了泄露的身体 第四章更深一层地告诉我们 我们受试探 他反思受试探 与我们一样 感谢上帝 耶稣基督反思受试探 与我们一样 以后怎么样讲呢 只是他没有犯罪 这句话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他 圣事探 他犯罪了 他就没有办法 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柄 感谢上 只是他没有犯罪 表示他是真正的圣人 所以这样两件事结合起来的 一 他能完全明白我们 第二 他能完全拯救我们 我再讲一次 他能完全明白我们 他又能完全拯救我们 他能救我们不能明白的 我们有同情的感受 他能完全明白我们的 且不能救我们的 对我们来说 没有办法得做任何的帮助 感谢上 主的恩爱就是这里向我们显明 他又明白 他有能拯救 他又同情我们 他有能力拯救 他提取我们的软弱 他自己也是绝对刚强 这样的一位救主 这样一位大祭司 你已经有 我已经有 所以说我们既然有了 这样一位大祭司 就当怎么样呢 最后一句话在这里 我们就应当贪然无敌人 来到诗人的宝座面前 施恩宝座 施恩座 你知道施恩座是什么地方吗 在旧邮里面有施恩座吗 回答我 有没有 旧邮里面有没有施恩座啊 有没有 没有 旧邮只有审判座 心就才有施恩座 旧邮里面有施恩座吗 施恩座在哪里 谁告诉我 你知道施恩座在哪里吗 施恩座 就是用柜上面那个盖 叫做施恩座 那么施恩座 就是那个宿罪盖 两个名字 同一个东西 所以 佑柜里面藏着什么呢 佑柜里面藏着上帝的四条诫命 摩西的律法放在佑柜里面 佑柜里面藏着上帝的四条语 那么把这个佑柜放在里面之后 神的佑柜放在里面之后 就把这个佑柜把它盖起来 把它盖起来的时候 那表示什么呢 表示神的律法已经被遮盖住了 神的审判已经被这个挽回了 神对人的愤怒现在已经被盖住了 这个叫做宿罪盖 这个宿罪盖 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施恩座 我第一次明白的 我很感谢上帝 原来所谓的施恩 就是先把我们的罪先救赎清楚 才叫做施恩 基督的救赎 接线了我们的罪的问题 基督主的救赎已经成全了立法的要求 基督为我们的救赎 满足了上帝公义的审判 所以他一面赎罪 一面施恩 射开我们的罪 他把神的恩典留给我们 这个叫做施恩座 感谢上帝 来到最后的世界 守罪的试探 他明白我们的软弱 与我们同在 他知道我们的苦情 他体系我们的一切 因为他凡事受试探 他没有犯罪 然后这个施恩座就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救主 有这样一位大祭司 我们就贪婪无忌到他面前 感谢上帝 你注意在西伯来书里面这个心性 这个感情的发配用词是很特别的 在第三章开始的 第四章开始的说什么呢 我们要恐惧暂停 我们要暂停 我们要存惧怕的心 但是在四章结束的时候是什么呢 给我们这里看到我们要贪然无惧的 没有惧怕 亲爱的律师 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我们既留下 进入安息的应许 就当恐惧 就当惧怕 畏惧 但是第一最后一节说 就当贪然无惧的 看谢上帝 贪然无惧 勇敢地到主的面前 到哪里呢 到施恩座的面前 做什么呢 我们要仰望他 我们要支持他 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话 为了得作联系 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感谢上 施恩座是我们怎么样呢 得作联系 得作恩惠 得作随时的帮助 有哪一个时刻 你不能到主的面前 没有 是不是要等到七月十号 是最大的你才能进施圣座 不是 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大祭司进去了 已经开路了 现在我随时都可以来 到哪里呢 到施恩座 施恩座在哪里 在幼贵哪里 幼贵在哪里 又不会在自圣所 谁可以自圣所 大祭司一连一次 去自圣所 那我什么时候到祭自圣所 我在基督里 随时随地得作帮助 我随时随地到神座的面 我要得作随时随地需要的帮助 为什么我需要呢 因为我软弱 什么叫做软弱呢 深深救到我的不够 深深救到我的不全 深深救到我的有限 深深救到我的亏欠 我需要上 感谢上 耶稣基督说的大祭司 就是要帮助 帮助谁呢 帮助我们这些不全 帮助我们这些不软弱的人 帮助我们这些亏欠的人 帮助我们这些有亏欠的人 帮助我们这些深深救到自己不配的人 感谢上 你常祷告 你常到主的面前 有的人说上帝太忙 我不敢打扰他 有的人我自己太败坏 我不配祷告 上帝爱你爱到这个地步 他们都圣子耶稣为你死咬 祂的鬼最盖住 使使恩座变成 你可以跪下祷告 主啊我到你 我贪然无忌到你 主啊我把他的心交给你 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讲道 西西家看了仇敌寄来的心 吓死了 一边不一边害怕 因为西纳基里 就在耶路撒的围城很久了 怎么办呢 结果他都说主啊我自己看不可以的 我请你也看 所以他跪下祷告的时候 主啊我渡了现在请你渡 我们一同渡 我们一同征战 所以你要把你的重担交给上帝就是这样 主啊 请你渡 我刚才刚刚渡 现在轮到你渡 那你就知道我的困难在呢 那我听得到呢我很受感动 后来有一天呢 我二十一岁的时候 第一次开步道会 想到第三天奖章完了 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许会快要开始了 趁着两个钟头奖章还没有写不出来 没有东西写出来 不知道怎么讲 我只有写两行的词 我就修西西家 我跪在那边 我的上帝啊你看这个奖章 只有趁着两行 我再过两个钟头就要上台 我快要死了 你可能我练两行五秒钟就完了 那么其他的你派别人讲好了 很困难 刚刚侍奉主 就这样 一步一步带 上帝能不能帮助我们 上帝能不能使你过来 有困难的时候 怕没有用 生气没有用 焦急没有用 挂力没有用 这个世间最没有用的东西 我再讲一次 有困难的时候 怕没有用 焦急没有用 生气没有用 挂力也没有用 大家说一八餐 有困难的时候 怕没有用 生气没有用 焦急没有用 挂力没有用 但我们每一个人这四样都是我们的法宝 我们都有的 我们常常困难的气 气完了还是来的 不惹事 怎么办呢 不要惹气 不要惹气 就跪在上帝面前 把那个信给上帝看 主啊我们同工 同苦 同肝 祂说 岂有神力 这样的事情告诉我吗 我们的大提示 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 感谢上 有许多时候我想怎么样能度过这些日子 工作那么重 要想的东西那么多 处理的事情那么多 感谢上 看前面 我们要把我 回过头 过去啦 为什么过去呢 因为主天天帮助 我们有一个施恩宝座 我们可以得怜悯 得恩惠 做随时的帮 我们可以帮助 阿们 感谢主 我上帝给你一些重担 你不要拒绝 你说主啊 既然有施恩座 我敢接受你给我的挑战 我敢担起这个责任 感谢上 今天早上 我们租了一个三千人的大礼堂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纪念 归正福音教会 十一周年 相信三千人 坐满了整个大礼堂 我讲道 我是十一年前 全世界没有归正 福音教会 感谢上 reform evangelical church 从Indonesia 这个reform church 很多有了 印尼归正 校就没有了 但我开始的时候 我是站站站 静静说 主啊 我要好好做 要证明你是信者 要跟着圣灵的脚踪 不要落后 可以继续被你使用 感谢上 感谢上 这几年 感谢香港 台湾 美国 无论是泰国 腓立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我们所到的地方 上帝再把新一批的年轻人交代给我们 教导他们 教导他们 激励他们 启发他们 感动他们 后继胜苦 感谢上 我们软弱吗 是 我们长寿事态吗 是 我们孤苦吗 是 他提醒我们 他为我们设立十恩保证 他给我们 圣灵的圣灵 阿们 感谢上 我们大家低头到 有哪一个人 你说 主啊 我真是需要你给我能力 我在软弱中间 我在苦难中间 修主与我同在 修主给我力量 修主连续我 我需要主 有这样的人 请你把手举起来 在困难中间的人 请你把手举起来 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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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一同来到 世恩保证 我们大家站起来 大牢 是